头59线和台16线因相关单位禁止大货车通行 导致地方出入相当不方便 许多民众都向一元使清水反映这项问题 因此今天定期会 一元使清水也特别提出建议公务处取消该项规定 头59线还有台16线大货车没有办法通车 我们佐水西线他们一定要到水里换车 那我们曾有难心要到台21线这边换车 进来的话要偷偷摸摸进来怕被取缔 那像这个情形 我希望县政府今天拿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希望把这个事情要解决好 草屯镇头9线的拓宽计划 关系地方交通的便利性 许多议员都相当关注 议员林永宏在今天的定期会中 也向代理县长陈志清和县府相关单位提出质询 最近头9线利人路的这个拓宽 最后终于定案 我相信在议会尤其在草轮地区的议员 大家都很关心 包括本来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我请教你 每个月份这样确定有在做吗 地方的居民反映头9线需要拓宽 历史比较久远 还是头2线拓宽比较久远 除了交通建设以外 县民的基本民生问题 也是多位议员关心的目标 议员尤鸿达也特别针对八卦山汉冠计划 要求县府部门成购地下管线 照顾农民所需 我们这个汉冠计划 我们的地下公算 在大面的地区可以说非常密集 不得近 每一区群都会接到位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管政府的工路 这也不是我们政府部门所来做的 这是我们民营的水枪 我们民营公司水枪 他们所来做的 他们应力来做的 议员关心乡民的交通及民生问题 积极为县民的权益福祉发声 希望县府单位应该落实检讨 并尽快改善各项缺失 提升县民的生活品质 民意新闻洪家宴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